这就是那盆春秋清气满乾坤吗 对啊 老爷 就是她只无量银子啊 是你在街上碰见一位贵妇 穿着天鹅绒的衣服 还嫌这盆花贵 对啊 没错了 对 对个屁 你往哪儿跑的 老爷 你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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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别的 老爷 老爷 我就打你这个不长眼睛的 你往哪儿跑的 你往哪儿跑的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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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老爷 我打你 老爷 老爷 你别的 老爷 你凭什么打我呀 都是你 以前在外面摆裤 装大的 我怎么了 你惯得这些下人们样 连你姐都欺负 竟敢在花市上 嘲笑你姐姐的 小的 小的的确是不知道啊 你给我滚 我永远不看见你 我问你 这些花 都是你买的吗 没错 老爷爷 漂亮吧 花的多少银子 一共五十多点银子 哎呦 你这慕逆不孝的败家子 哎 哎 我砸了他 天 砸呀 沫 你那是砸呀 我要不是看那银子上 我非给这砸都不行 这 气死我了 算了算了 啊 哈哈哈哈 武清博 你你这儿见马奴装的干嘛呢 他老傅吧 啊 老傅马爷 哎 这事还有你一份了 什么事由我一份啊 啊 就因为你们 出犯了皇太后 哎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那管家 和我那管家 啊 在花市上装阔 让我闺女给撞上了 是不是啊 这事也推敲了 你想 我闺女正在气头上呢 赶上张居杖 向她揍柄子弟田征税这件事情 嘿 她能不答应吗 我太清楚 我闺女那心事了 她想 好啊 你们都富的啊 肚子眼都流油了 啊 把银子都铺在地上 当路走 行 我就让你们放点血 嘿 这样 子力田征税这件大事 就这么定下来了 吴京博 你闺女多大 她毕竟只有三十岁 她能想出这种主意吗 这全怪那个老奸巨华的张居正 在背后捣鬼 子力田征税这件事 是往我们这些皇亲国戚的 心窝里扎刀啊 这事没完 你没完能怎么办啊 她眼下我闺女和外孙子 把张居正她捧上天了 你不用着急 张居正 我们试一试都不过 但我们得跟她熬着 跟她耗着 总有一天 我们能弄死她的 不过调查子力田的金学增 金曲曲儿 我们绝不能放过 金学增是张居正的得地干将 我们怎么收拾她 朝准机会 把她往死里找 舒大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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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什么事找我 你呀 总是那么疯疯活活的 先坐下来再说 好 如关兄 去年你提出整顿雀场 将原先定于各地代位 征缴缺税的十大税官 受贵户部直接管辖 执行一年以来效果甚好 十大税官的税银总额交至前年 有多少增加 增加了六十多万 增额不小啊 你这个理财高手每出一计 朝真就多一个银钱的进一项 可是我昨天看到你报上来的 十大税官的征税银数目 苏州 杭州 大同 通州等处 都有较大增长 为何我的家乡荆州税官 税银征收却倒数第一啊 这个 我也有些奇怪 荆州税官 过去每年所征税银 总是维持在五六名左右 其实 今年荆州的税收总额并没减少 只是其他税官的增幅较大 荆州也就只能垫底了 荆州税官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是新人民的寻税御史 争税不利 荆州税官的寻税御史 过去是互不肚之私的一个原外郎 做事极有魄力 他在荆州任上干不出政绩来 恐怕有难言之隐 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个 这个 那个 荆州方面的某些情况 难以在你守府面前明说呀 有什么难言 你就直说嘛 荆州是你舒大兄的老家呀 令孙大人 虽说闲居在家不问世事 可是当地的那些个衙门 碍于他的面子 做事放不开手脚 是这样吗 他一个老头子 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人家看重的不是令孙大人 而是你这位守府 围绕着令孙大人 当地的各种势力 可谓是盘根错节 一般人在那里 根本放不开手脚做事情 既然这样 你即刻派一个人去 把现任的巡视御数换下来 派谁去呢 这个人不但要有非凡的运筹能力 而且还要有 皇帝老子都不怕的勇气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 谁 谁 金学增 金学增 他倒是个最为合适的人群 前些日子 他调查子立田功不可没 宁淑大兄为此 还向皇上建议 破例将他晋升为四品圆外郎 只是此人积怨颇多 京城里那些士豪大户 恨本能生吞了他 若让他前往荆州 我怕他把那儿又弄得鸡飞狗跳 推行新政怎么会风平浪静啊 鸡飞狗跳那是正常的吧 普汤大人 你 你把我派到那儿去 我岂不成了风险里的老鼠 我两头受气了 首府大人提拔你 不是让你游山玩水的 要没点难处 要你我这么些做官的干吗 要是其他地方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我也万此不辞 但是京州不一样啊 万一有什么事 牵扯到首府大人的家去 你说我该怎么办 让你去京州 是为了让你去摸清那儿 长期欠水的缘由 万一有些问题 真的牵扯到首府大人 对 我该怎么处置 该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这事还要我明说吗 明白 您这是明摆着 把我往火坑里边推啊 火坑又怎么了 为了江山设计 你跳一回火坑又能怎么了 武汤大人 那不是泥塘 那是火坑 我跳下去就没命了 你说了半天我刚听明白 原来你是怕死啊 你要真的怕死 或者是怕丢了你的乌纱帽 你跟我明说 我跟你安排一个 庸庸碌碌的位置 你安安稳稳地享受 你四品官的凤容 只要你跟我明说 说啊 怎么不说了 得 谁让我是刺头呢 我去还不行吗 站住 别一心想着上刀山下火海 你这次去荆州 身份是寻睡浴室 浴室多动都脑筋 越是难办的差 你把它办漂亮了 你把它办漂亮了 那才叫本事 来 咋喽 老蒋 老蒋 这位老蒋 请问江陵县支县 沈大人府上在什么 再过一条街 拐个弯就到了 门口挂着个红灯喽 我嫁给你这个人算是倒了霉了 青脸 你一身青脸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好多顿的晚平城 不带跑到这个狗头不拉屎的地方来 你说咱的日子怎么过呀 谁 谁呀 沈 沈大人 你叫什么叫 出去出去出去 没见老男生在教训儿子 出去出去 出去 出去 出去出去 我 出去出去 我是拯救了学术玉石 我 学术玉石 好 我今天打的就是学术玉石 我打你 他都是让你们给害的 出去 我这有沈大人有钥匙 你还给我玩被玩 好 好 你胳膊肘往外拐 咱这日子 没法过了 没啥过就不过 君大人 沈大人 原来是你啊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还不都是你叫的 我本来在婉萍县待着好好的 就因子利田租赴的事 我得罪了太后 太后差点是罢了我的官 听说是你在太后面前替我申了冤 我才保住了我的乌纱帽 虽然保住了官身 却被贬除了京城 来到江陵正 鬼不生蛋的地方 当了这么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县帝 你这次来 我 这次来估计又要给您添麻烦了 我是放首府大人之命 来荆州担任巡睡御史 看来你真是又来找麻烦了 沈大人 您刚才这是 老马世青 马帅 我老婆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女人啊 沈大人 那刚才夫人为什么要您把这个灯台 说来话长了 一个当官的 难免有人要巴结你 我这刚到江陵 就来了不少送礼的 于是被我一一地给拒绝了 可是有些人你把礼物退回去 他愣是再给你送回来 无奈之下我只好收了 但是为了表达我的清廉 我只有把这些礼物挂在了厅堂的梁上 以警示那些还想继续送礼的人 我那个糟糠啊 毕竟是个富道人家 他始终在抱怨 说是跟我半辈子没想几天的亲父 为了表达我的内疚 我就只好顶上这个铜灯了 其实他跟着我 什么样的苦也都是受过了 沈大人 我金某打打杀杀 出生牛犊不怕虎 自以为是这世上少有的好官 可我今天见到沈大人您 我真是羞愧了 别别别 这样 你先到县衙去找我的淑败 让他陪你先找个单客栈先住下 回头我亲主去办法 也好那我就先走一步 告辞 说 conflicting 韶 prescribe 很大的 Understand 爹 。